笑竹颜开 笑竹颜开是说笑容随着颜面舒展开来 即形容非常喜悦 脸上笑意逐渐扩散开来的样子 宋代话本小说《西山一哭鬼》中 描述到王婆向孤家寡人的吴教授介绍李乐娘 说李乐娘出生于大户官家 才貌兼备又小有积蓄 而且只想嫁吴教授这样的读书人 王婆天花乱坠的一番话 说的吴教授是心花怒放 笑竹颜开为此喜从天降的好运到兴奋不已 此处笑竹颜开就是形容心中喜悦而眉开眼笑的样子 这个成语在后代小说中异常被使用 而且颇多见与喜从天降联用 如水浒传第四十二回 不多时 铁扇子宋青 侧着一城山轿 抬着宋太公道来 宋将见了 喜从天降 笑竹颜开 又如出课拍案惊奇卷一 那主人听得肯迈 不觉喜从天降 笑竹颜开 竹随着 开 舒展 笑竹颜开 只笑容随着颜面舒展开来 形容心中喜悦而眉开眼笑的样子 语出经本通俗小说 西山亦哭鬼 使用类别 用在喜悦欢乐的表述上 语义说明 形容心中喜悦而眉开眼笑的样子 相似词 眉飞色舞 眉开眼笑 喜行余色 相反词 愁眉不展 愁眉苦脸 愁眉所眼 例句 得知儿子录取的消息 老先生 老太太都笑竹颜开 婚礼上的宾友都兴高采烈 且笑竹颜开地向主人家贺喜 以上为本堂重点 我是成语化重点小老师明月 我们下一堂重点再见 再见